看到像这样子的红线围停呢 有些人习惯拿起手机拍下检举 不过现在新制上路后 只要没有严重的影响交通 已经无法检举 修法后交通违规检举限缩 剩下46项 包含动态41项以及5项静态违规 其中新增了21B车 挡车使用手机或者超重等 放宽开放检举 而检举达人最常检举的红线围停 则不得举发 除非围停地点在路口或者公车站前后10公尺 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等 严重阻碍交通的违规项目 否则不会受理 毕竟2011年交通检举就有106万件 违规临停就占了64万 检举量太大远景盲返来不及处理 预计新制上路可以减少约30万件 只不过 现在被限制不能检举 只能打110 请警方直接到场处理 恐怕更让远景疲于本命 定情签息亦违规停车66点 规划专案训取地勤务 虽然新制上路或许可以减少民众 因为拍照检举起冲突 但未来会不会大量转变成同报110 恐怕对警方人力调度是一大考验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民生八方式近在一小时 锁定八大民生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